第四百六十集 到了霍宇浩前面这位学长了 他在出发之前 还向霍宇浩比了一个圣敌的手势 然后就腾身而起 蹿了出去 经过刚才的交流 霍宇浩已经知道 这位学长有个很霸气的名字 叫做楚清天 六个红环光芒闪烁 只见他脚尖在水面上连点 速度竟是快得惊人 在浑环的演应下 能够看到 他身上隐隐有棕黄色的毛发出现 暴雷无魂 霍宇浩心中微动 此时楚清天已经冲到了女学员们面前 他就是直奔先前 施展过黄金绳的韩若若扑去 这一行动顿时引起男学员这边大声叫好 楚清天身形一闪 就到了韩若若侧面 右手一探 闪电般朝着韩若若斗笠垂垂下的面纱抓去 胆子不小啊 哼 韩若若冷哼一声 右手一抬就向他的手打去 楚清天却是不和他硬碰 修为上有着绝对差距 硬碰怎么行 只见他身上第三魂环突然光芒大放 无数电光缭绕喷波 电光闪烁之间 他的人突然消失了 就像是融入到了闪电中一般 哼 韩若若惊疑一声 但那黄金绳瞬间出现了 化为一圈圈金环将自己围绕在其中 所有闪烁而至的闪电全部在金光中泯灭 但是那些闪电光芒却并不只是设向他一个人的 更是四散纷飞 其中有一些就飞向了距离他最近的金屋圣女五名那边 五名下意识的一抬手 一层金红色的火焰向外扩散 在自己体外形成了一层屏障 但也就在这时 一道较大的闪电突然震插了一下 电光猛然变得凝湿起来 居然一下就刺破了金屋真火布下的防御层 一只手居然就那么从闪电中伸了出来 在五名头上的斗笠处一旦 就将那斗笠掀了下来 五名身外都是乌金真火 这斗笠一掀开 顿时在火焰中化为飞灰 露出了他一张翘脸 虽然之前楚青天向霍宇浩介绍过 这位金屋圣女已经年过三十 但此时从远处看去 他的外貌也就是二十五六岁的样子 相貌虽然不像江南南那么角色 但也是亲力有加 绝对当得起美女二字 五名显然没想到对方会向他出手 刚想出手攻击时 楚青天已经长啸一声 再次化身闪电 这一次他所转化的只是一道电光 几乎只是光芒一闪 他就回到了百米外 稳稳地落在了睡帘叶片之上 五学姐 成让了 五名抬手摸摸自己的俏脸 竟是出奇的没有发作 反而是脸上一片胀红 只是因为身体周围有睡帘下面升起的金光 南学院这边看不清楚 韩若若低下着向五名说的句什么 五名却低下了头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好样的 南学院们这边已经是欢呼一片 金屋圣女的斗笠竟然被摘掉了 楚青天瞬间就成了风云人物 要知道 他的修为才只有六环而已 确实先向韩若若出手 又成功摘下了五名的斗笠 这份果敢和速度 绝对值得称道 张乐轩也向他投来一个赞许的眼神 五名翘脸一红 娇称道 知道了 原很是得意的楚青天 脸上笑容突然一脸 向身边的霍玉浩低声道 兄弟 我怎么觉得有些不对啊 霍玉浩赞叹道 有什么不对啊 学长 你的速度真强 刚才融入闪电中的是魂器 楚青天也不隐瞒 点了点头 我的五魂是电狂暴 一般拥有闪电能力的魂师 闪电都是用来攻击的 但我却不是 我的电是用来提速的 可以化身于闪电之中 瞬间把速度提升到极致 所以大家就送了我个 电狂暴魔的绰号 论实例 咱当然不能和他们比 但要说速度 在内院之中 还真没几个比我快的 内院无弱者呀 霍玉浩再次深深的体会了这句话 兄弟 你也要加油啊 楚青天意味深长的向霍玉浩说道 霍玉浩愣了一下 我 叫什么人 楚青天一脸无语的道 你应该是刚进内院不久吧 我是特批进内院的 看你年纪就知道了 别紧张啊 该你了 哦 霍玉浩这才意识到 这第一环节竟然已经轮到了自己 果然 他扭头向贝贝看去 贝贝正在向他比出一个鼓励的手势 张乐轩大师姐也微笑着鼓励着他 霍玉浩看着贝贝和张乐轩大师姐 逐实有些尴尬 贝贝大声的道 宇浩 加油 去吧 嗯 霍玉浩答应一声 就走出了睡莲荷叶 和之前所有出过手的内院男学员们都不同 其他人几乎都是第一时间冲向对面 但过于后却不是 他的动作看上去有点慢 一步跨出竟是直接踏在了水面上 整个人悬停于水面 并未下沉 然后他就那么一步步的向对面的女学员们走去 人还在嬉笑和准备看好戏的两边学员们 此时都不禁安静下来 惊讶地看着这年纪不大的学弟 霍玉浩动作不快 但走得却很稳 在水面上前行 保持着稳定的节奏 却如同脚踏实地一般 水面上甚至连一点涟漪都没有泛起 仿佛他来就是水的一部分 霍玉浩当然不能直接站在水面上 那是只有七环野生修为 能够飞行的魂师才可以做到的 他当然不是七环 在水面上行走之时 他脚落下自然就会从兵随之凝结 成为落脚点 以他对魂力的巧妙控制 有了这样的落脚点之后 走起来自然是轻松自如 而且并不消耗太多魂力 这就是极致之兵 霍玉浩走得虽然不快 但一百米的距离却是不长 他一直接近到距离女学员们 还有十五米左右的地方才停下脚步 离得近了 女学员们自然也看清了他的样子 他们都看得出 霍玉浩确实是年纪不大 但却表现得很沉稳 甚至比之前出场的大部分男学员 都要沉稳一些 她的眼神很清澈 虽然不是特别英俊 但却隐隐有一种淡淡的威士 雪女 来 霍玉浩轻唤一声 顿时一道成金色光彩 从她身上亮了起来 在这夜晚之中 浑浑光芒都能令人目眩神秘 更别说是这现立的成金色光彩了 成金色一出 女学员们脚下 升起的那一道道淡金色光柱 顿时为之黯然失色 光芒一闪 小雪女就已经凭空 悬浮在了霍玉浩前面 在成金色光运的包裹中 目光迷茫地看向霍玉浩 一双白生生的小手 还揉了揉 轻松睡眼 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哇 都有孩子了还来相亲 也不知道是哪位女学员叫了一声 寒弱弱道 别乱说 那可不是普通的小孩 霍玉浩和雪女心意相通 轻轻地摸摸她的头 雪女看到周围的光芒 眨了眨大眼睛 睡一瞬间消散 深蓝色的眼眸中流露出一丝兴奋 一一一啊 雪女轻声叫了一下 霍玉浩没有开口 只是通过彼此之间的精神联系 告诉了她一些什么 一一一啊 雪女又叫了一声 然后就飞了出去 第一个目标 正是正面中央位置的韩若若 雪白粉嫩 胖乎乎 漂亮的大眼睛 仿佛能倒映星辰 当初在浩天宗 连两大宗主 对她都没有任何免疫力 更别说本来就对美好事物 有着无限憧憬的少女们了 哇 好可爱 过来过来 五名第一个朝着小雪女招手 小雪女嬉戏一笑 却是不去找她 而是飞到了韩若若面前 一一一啊 她向韩若若叫了一声 然后就张开了一双白嫩嫩的小手 一副药包的样子 女人都有母性 尤其是年过三十的五名和韩若若 看着如此可爱的雪女 哪还不母爱泛滥呢 韩若若几乎是毫不犹豫的就张开手 将小雪女抱入了怀中 小雪女的身子清清凉凉的 柔软却又弹性十足 韩若若甚至忍不住发吹声舒服的身影 抱着这个小家伙的感觉太好了 你怎么也不给她穿上点衣服啊 你看她冷的 身上都是凉的 尽管韩若若明白自己怀中这小家伙绝非普通小孩 但还是忍不住说道 霍雨昊苦笑道 她穿什么 我真做不了主啊 可不 雪女的衣服都是她自己幻化出来的 尤其是霍雨昊能做主的 而且雪女那是天生冰天雪女所画魂灵 身上不凉才怪了 小雪女让韩若若抱了抱 就从她怀中钻了出来 扭头看了眼霍雨昊 在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看着韩若若 抬起小手指指了指她头上的斗笠 一一一啊 然后低下头一副委屈的模样 两根食指在身前点呀点的 那样子是要多可怜就有多可怜 要多可爱就有多可爱 无论韩若若的性格多么刚硬 在这一刻也在雪女的魅力面前 画为了绕纸柔 虽然她听不懂雪女在说什么 但从动作上也能明白她的意思啊 好好好 你别难过 我摘了就是了 一边说着韩若若一抬手自己摘下了头上的斗笠 露出一张标志的俏脸 韩若若看上去也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 眉如春山双眸黑如点漆 脸庞瘦了一些 此时她眼中满是水波荡漾 温柔的伸手在雪女面前 雪女看着她摘了斗笠 嬉嬉一笑凑过去在韩若若脸上奔着亲了一下 然后小小身体一个弯转就灵巧地翻了出去 来到了紧连韩若若另一边的女学员们面前 动作和心浅如出一辙 直至人家头上的斗笠 一一一啊 叫上几声 然后又是低下头 两根小手指在身前点呀点的 此时别说是一群女学员们都呆滞了 就连远处的十六个学员素老和老师们 以及全体男学员 此时此刻无不如同实相一般 看着这奇异的一幕 贝贝瞪大了眼睛 张乐轩则是眼波流转 美眸中满是温柔之色 毫无疑问 如果刚才是她站在韩若若那个位置 她的选择恐怕也不会有任何区别 第二顶斗笠自然而然的摘了下来 又是一名女学员露出真容 令霍宇浩有些意外的是 这名女学员她竟然是认识的 正是曾经在上一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 与她共同征战的兵元素魂师林洛晨 她和金屋圣女这一兵一伙 分别在韩若若两侧 小学女嬉戚一笑 也是凑上去在林洛晨脸上亲了一口 林洛晨的眼神有些呆滞 看看学女 再看看霍宇浩 眼眸中满是疑问 就像是在问霍宇浩 这是什么情况啊 小学女的魅力是无敌的 她又用一模一样的方法 先后来到了三名女学员面前 三顶斗笠顺利摘下 又露出了三张翘脸 让霍宇浩连连惊讶的是 这三名女学员中 她竟然又有两个是认识的 挨着林洛晨的 赫然正是萧萧 两年半不见 萧萧简直是大变样 正所谓女大十八变 越变越好看 萧萧的年纪 只比霍宇浩大上一点 两年多前 她还是一副没发育的模样 可此时再见 轮廓依旧 可身高却足足比原来高了近一个头 显然是后发育的典型 本来就不俗的面容 伴随着身体的发育 也变得更加漂亮了 她在学女的魅力面前更是不堪 两次伸手 想要去抱 都被学女散开了 萧萧大意之下 差点掉入水中 还是学女拖了她一把 这才没有出仇 爹